男子气冲冲下车毫不犹豫回着棍棒 往轿车车窗敲了好几下 打出巨大声响 换个方向位置 手却还是继续不停的敲 这时另外一名男子也走下了车 两人以前以后用尽力气 愤怒的狂敲猛杂 不只挡风玻璃和车窗 引擎盖后车厢无一幸免 打到玻璃碎满地 车辆凹陷损坏 临走之前还不忘回头再挥几下 整个砸车过程将近一分钟 22凌晨1点53分 新竹屋口德新路上 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 突然被两名男子砸损 现场地板满满都是玻璃碎屑 车主看到爱车变成如此惨况 赶快报警 不过调除监视器后发现 犯案两人竟然是车主儿子的同学 警方深入了解后 车主儿子向一名流姓同学 借了7000人 但之后却衍生出借贷纠纷 这名同学气得找人来拿棍棒 把气除在车子上 警方以依规受理并调阅周遭监视器 掌握涉案车辆及涉案者身份 后续将积极查7道案 离清案情依法就办 只是男子以这种方法表示不满 不但钱可能要不回来 还得要另外负起法律责任 TVBS新闻城市明兰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